如意传从第一集开始,就被大家用时被放大镜解释,这一届观众是严苛的,不管你过去多美,现在不美也要接受批评,但是张军明却扛住了高清特写镜头的考验,没有面摊,没有脸浆,是我们心中自然清新的海南小天使本人呢, 每次看到他的镜头,难道不是和童年时期和台湾罗湘区里的他一模一样吗?他的脸从来没有塑料感,气质也没有变得油腻,哪怕出到十几年后的他,不管是颜值,身材,气质都依然是最好的时候,所有持久的美丽都是来自于自律,我们都说张军明就是理想中三十岁的模样,可是很多人却选择性无视,这样细水长流的美丽也是靠日复一日的自律, 他的气质首先来自于他读过的书,张军明是台湾中央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法力组出师,那时候他拍了白色巨塔,在娱乐圈出路头角,还入围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,面对名利他还是坚持回到学校完成学业,他的健康气质还能源于他的自律,不拍戏的时候,他总是很低调,很少出现在八卦新闻里,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, 充实生活,他四处行走,坚持健身,保持着最佳的身体状态,即便是三十岁,依然可以去贵州攀岩,去澳洲跳伞,去南极滑雪,去西藏转山,不管有多忙,不管他在哪里,都坚持运动,不仅坚持晨跑,还坚持夜跑,不管是在纽约出差,还是在家里过年,跑步也是雷打不动, 他说,奔跑,是为了感受活住的自己,每天都要跑得更快乐一点,即便再忙,也要留出时间跑步,就是因为日复一日的坚持,年复一年的自律,张俊宁才能十年如一地保持最佳的状态,你看,他的照片里总是元气满满的模样,没有农装恋魔,没有脚柔造作,最好的装饰品就是他的笑容和永不停歇的脚步,本文章集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,所有诸有心权, 请及时联系我们对本文进行删除 请及时联系我们对本文进行删除,公司联系我们对本文进行删除,公司联系我们正维传标准备拍摄传送用的国内小型的浅流 支付、公司联系我们对本文进行删除,公司联系我们对本文进行删除 公司联系我们对本文进行删除更多儿胜了,所有诸有心象的旧 iii p蜜事有关币,没有什么厚迹的关系我们对本文进行删除,公司联系我们对本文进行删除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